请用程式继续放个等级的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非要发言 政府强制民众戴上口罩的措施落实以来 网络流传许多未经证实的指南 导致不少人搞不清楚戴口罩的标准作业程序 对此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多斯利伊斯马撒比澄清 乘坐私家车没有戴口罩不算违规 如果公共场所有足够的人身距离空间 也可以不必戴口罩 由于近日来网络流传一则消息 只乘坐私家车的民众也必须戴上口罩 否则将会受到对付 对此伊斯马撒比澄清 这一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国家安全理事会所列明的戴口罩条规 只限定在公共交通 以及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 他也说公共交通是指巴士 地市 轻快铁 捷运 以及电照车等等 但是和家人 朋友 同事乘坐同一辆私家车 不用强制戴口罩 针对公共场所强制戴口罩的条规 他也澄清 国家全理事会所列明的公共场所 是至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 比如超级市场 电影院 旅游景点 以及其他等等 但是不包括空框的公共场所 保护自己 因为根据卫生部的报告 戴口罩和保持一米距离的人 可以有效降低传染机率 政府才会定下这两项标准作业程序 以作为预防和控制疫情的措施 由于目前市面上有太多不同的 手机应用程序 让访客登记或许会引起民众混淆 因此国防部高级部长 达到司令 Ismail Sabri宣布 政府决定强制所有营业场所 使用MySJTRA手机应用程序 作为访客登记的平台 中文字幕提供 Ismail Sabri表示 总检察署将会在线报上 颁布这项强制性的措施 不过他也透露 一些没有互联网服务的郊区商店 将能够豁免这项措施 继续准备表格 让顾客填写资料 另外他指出 昨天再有209人 因为违反行管令 而被开出罚单 当中有13人涉及 酒吧和夜店活动 31人涉及超时营业 50人涉及参与难以维持 社交距离的群聚活动 以及115人涉及其他项目 至于国内的强制隔离 安排方面 他指出 从7月24号到8月2号期间 共有4768名大马人回国 并且被安排到19个酒店 和5个公共培训学院进行隔离 此外 由于一些来自B40家庭的学生 在回国后 没有能力缴付隔离费用 他表示 政府将会批准豁免隔离费用 不过相关学生 必须提出上诉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国内新增两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当中一起是属于吉打州西瓦干加感染群的观察病例 目前我国的确诊病例累计90001起 我国今天没有境外输入型病例 目前有208起治疗中病例 另外今天也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维持在125起 在西瓦干加感染群里 有425人被筛查 其中有21人确诊感染 362人的检测结果呈阴性 另外42人还在等待检测结果 吉打州政府要求在四个地区 采取针对性的加强行管令 对此国防部高级部长 达多斯里伊斯曼沙威表示 政府已经通过有关申请 有关的措施会从即日起开始执行 直到8月30号 另外卫生部也将针对当地7000个居民 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中文字幕提供 第二,Mukim Ah,Kuban Pasu 第三,Kampung Bendang Dalam,Mukim Binjal,Kuban Pasu 第四,Kampung Ulu,Padang Sanai,Padang Terah Ismail Sabri表示,针对性加强行管令 将根据现有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执法 而警方也会在四个区域设置路障 并且关闭数个主要道路 属于其他州西瓦干加感染群 确诊病例出现暴增后 击打州卫生局呼吁中内北部纳坡的居民 以及到过有关餐厅的人 尽快接受检测以次安全 尽快接受检测以后 西瓦干加感染群爆发之后 当局随即出行击打北部的民众 尽快到邻近的政府诊所进行病毒筛检 同时勒令关闭杀裂扁丹饭餐馆附近的店面 遏制病毒蔓延 另外,州政府也对州内四个地区 采取针对性加强行管令 当中包括关闭五所学校28天 由于吉达州近日爆发西瓦干加感染群 吉达州伊斯兰宗教事务部宣布 即日起暂停有关地区的清真寺和祈祷式活动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吉达伊斯兰宗教事务部发文告指出 即日起,州内的四个加强行动管制区 将暂停清真寺内的宗教活动 包括星期五祈祷活动 敬拜和徒生仪式 不过文告指出 晨礼祈祷活动依旧允许进行 不过最多只能有三个人在场 宗教司、清真寺官员或是清真寺执委会 能够相互轮替 以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另外,宣礼塔的换礼仪式 则能够如常进行 至于其他宗教活动 包括涉及学府和诵读可兰经的活动 也暂时不允许进行 最后,该部促请相关人士 遵从卫生部的指南 定期为清真寺和祈祷室展开消毒工作 以确保教徒的健康安全 早前卫生部宣布 有几个十四出现新冠肺炎感染群 造成人心惶惶 因此,防护及地方政府部长 宣礼塔表示 将会落实十四必需消毒的新措施 而该部也会仔细探讨有关措施 目前登加楼有超过三百名警员和志愿警卫团参与巡逻 协助州政府监督民众是否有戴口罩 登州警方提醒民众 一定要遵守戴口罩这一个防疫措施 为例者将被罚款一千令吉 登州总警长表示 这不并不值得 登加楼总警长达德罗西确表示 目前共有384名警员 民防部队和志愿警卫团参与巡逻行动 协助该州政府监督民众 是否有遵守强制性戴口罩的措施 强制戴口罩的措施虽然已经落实 但还是有部分民众依然没有遵守 罗西确表示 执法单位巡逻和监督 主要是确保民众遵守措施 以及保持人身距离 登州警方初步采取的行动 是提醒和警告民众遵守政府的指令 务必佩戴口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有回升的趋势 国会下院的安全措施也做出提升 为了安全起见 下院副议长达德斯里阿萨里纳宣布 所有在议会厅的议员都必须戴上口罩 除非要发言 阿萨里纳表示 也会听议员的座位 也将装上透明的格力板 也保持人身距离和减少感染冠病的风险 预料下个星期将装好所有的透明格力板 到时每位议员可以做回院位 阿萨里纳宣布 阿萨里纳在议会开会之前表示 议会厅内部分的座位已经装上透明的格力板 基于安装工作还在进行 因此一些议员还是暂时必须坐在左边和右边的官员座位 通讯及多媒体部副部长 Dado Zahidi指出 从2018年到今年6月 该委员会已经针对125个 网络上的隐身内容 展开调查 其中有五宗已经提供有关人士 同时共有2484个色情网站 遭到封锁 国会议员宁阿萨里纳宣布的问题时 作出这样的回应 此外 当局也展开各项省觉运动 以宣导避免滥用互联网讯息 同时 敦促父母要监督孩子在互联网浏览和接触的内容 国内的宽频网络服务需求越来越高 通讯及多媒体部宣布 截至6月 政府已经在全国增建2360个通讯塔 以便提升郊区和乡区的网速 以及覆盖范围 目前还剩下280个通讯塔还在施工 达到Zahidi 今天在国会下院 汇报网络升级工程进度的时候 这么表示 他也说 除了增加通讯塔的数量 政府也已经把国内原有的 5348个通讯塔的发射设备 升级到3G和4G 工程进行的相当顺利 目前还有11个通讯塔的升级工程 还在进行中 他补充 政府也在着手推动国内光纤电缆升级工程 并估计会有主持34000个用户受益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达到Zahidi Zayla表示 从2018年至今 我国一共发生了六宗孩童困在车内而死亡的案件 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他是在国会下议院回答图保党议员 努比亚旺的提问时这么表示 另外 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重演 他表示 妇女部和相关单位已经多次展开教育和觉醒运动 提醒父母 不要随意把孩子留在车内 包括建议家长 不要把孩子放在后座 以免忘记将孩子带下车 同时 他也建议家长 在开车时 把小孩用品的背包放在副驾驶座 以达到自我提醒的作用 教育部副部长 和前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今天在国会下院 针对特殊教育的课题正面交锋 马 Hanshun指出 教育部已经进行各项努力 为特殊教育提供资源和协助 马 Hanshun在问答环节中 回应张念群 截至今年6月30号 国内一共有 几万两千名特殊教育学生 老师则有一万六千多人 为了解决特殊教育教师的 师资短缺问题 教育部明年计划 聘请合约教师 教育部也会继续在师范教育学院 招收特殊教育课程的学生 今年一共有 180名特殊教育课程毕业的学生 成功让2022年到2025年的 新教师总数达到516人 突如其来的疫情 严重打击各行各业 但我国的农业发展 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影响 国家企业学院首席执行长 Mama Vida Woods表示 很多的农业企业家 反而在行管令期间 找到了更多的机遇 从实体营业转换成 线上销售的方式 我国农业的蓬勃发展 将能够帮助提升农产品的产量 并且有效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因此我国的农业企业家 必须要随时提升 自己在市场的竞争力 才能够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除了有关农业上的培训和经验 如今的农业企业家 也要懂得掌握市场上的销售知识 这样他们所付出的努力 才能够得到同等的回报 所以 mengambil contoh daripada itu bagi projek pertama yang kami lakukan di Terengganu kita sulamkan penanam cili dengan penanaman melon manis Terengganu yang berwarna kuning itu kerana harga melon manis Terengganu ini agak kekal di pasaran jadi pada bulan-bulan yang kita jangkakan harga cili tinggi kita menanam dan pastikan kita menuais waktu bulan-bulan yang harga tinggi itu 这项有系统的种植方法将能为我国的农业企业家创造丰富的收入 另外国家企业学院也呼吁企业家尽快注册业务商标 这样才能享有政府所提供的设备 最主驾驶导致死亡意外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交通部长 Dr.Silly Weyjah详鼓励娱乐场所的业者 准备酒精测试仪以劝告顾客不要最主驾驶 目前有部分的业者已经对此有了觉醒意识 为加上坦言我国现有的法令并没有强制要求娱乐场所业者 都需要准备酒精测试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以谋杀罪起诉 案件将在11月29号过堂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戴靖航 再会